你 童年 我 你是不是还在担心你妈妈呀 放心吧 你妈妈只是年龄稍微有一点大 住院的时间 要比别人多出十几个小时 但是今晚 我爸爸值夜班 你就放心吧 一定没问题的 多亏有你在 那 其实我 其实我 如果 不是要一起去喝东西吗 你怎么在这儿 童年哥哥 你好 少搬亲戚 他不是我哥哥 该怎么称呼 我们两家的长辈关系挺好 我 童年叔叔好 不是要去吃东西吗 你怎么知道的 您听到了 刚才路过无意间听见的 走吧 不要浪费大好的食物 谢谢叔叔 童年 那我们走吧 去喝点 哎 我 我有说 我不去吗 那一起吧 走吧 小心啊 坐这儿吧 好啊 来 谢谢啊 来 坐好了 谢谢 谢谢啊 我坐对面好了 好啊 哎 服务员 来 气氛真尴尬 他到底想干嘛 来 谢谢 谢谢 真的好渴 不客气 你要看看有什么需要点的吗 谢谢 童年啊 你喜欢吃草莓对吧 嗯 那两个草莓塔 可以 谢谢 我请客 我要一个澳洲牛肉咖喱饭 意大利肉酱面 圆桌骑士拼盘 还有燃琴鸡翅 饭后帮我来一个大多会红刺绒蛋糕 好的 哦 谢谢啊 要想个办法 快点结束这场约会 别想打发我 你刚才不是跟我说 你要回俱乐部了吗 哦 我刚才突然想到 我有一个朋友 在助援部一会儿去看一个 什么朋友啊 在哪个课 对啊 谁啊 嗯 郑怀 我爸爸说 这个监护室外面必居的有人 你现在走了 离开时间挺长的 万一出危险就不好了 这样 你现在赶紧回去守着 如果万一出事的话 你不在会很危险的 走吧 你走吧 赶紧回去吧 有事给我打电话 可是 这个呀 一会儿我给你打包 打包给你送过去 拜拜 东方 嗯 把单先买了 开玩笑 我买 快走吧 谢谢啊 郑辉她是单亲家庭 跟她妈妈一起过 她很可怜的 但是她直接读博了 是不是还挺厉害的 你希望我回答你什么 我父母去世得早 我是后妈养她的 我 我之前听 听过一点点 这次回挪威数值 后妈在家 家里就剩下我和老头 这 这又在家吗 在 在家吗 也是好事啊 又重新获得了一份幸福吗 好事 十年前 我心里迢迢迢迢回到国内 结果却和单独一起住地下室 一穷二白家吐司 我们好不容易创办了一个俱乐部 想要取得一番成绩 结果呢 结果还慌我呢 你问我 觉得她可怜吗 你觉得我可怜吗 没事 别难过 你喊我KK 喊我 我会愿意支持你的 小孩还挺好忽悠 笑什么 讲演幻想 别 别哭啊 吃啊 你吃 你吃 都是你点的 你不是走了吗 怎么突然回来了 其实我想问 我这两天看到你发的那条朋友圈 我在想 那个不是我发的 那个是亚亚发的 我 我当时知道以后我就给删了 你还是看到了 那 那条朋友圈的文字 我 我完全没有那么想到 我 那件衣服对我来说很重要 我不可能那样发的 我觉得像今天这样我们两个 吹吹风 聊聊天 散散步 挺舒服的 好像只有在这个时候 我们两个才能更加贴近 我想如果以后有机会 我们可以 多谢这样的时候吗 其实 这些天 我一直很不好受 有些话刚刚说出来 我就后悔了 我觉得可能你 你笑什么 知道你不好受啊 因为我你不好受 对吗 那我现在很开心 对吗 你干吗 你干什么 你干什么 apa 你干吗 不用 Indeed 安心 才能抓好 你懂得 他 没问题 准备你 你政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